日本东京举行了首届寿司全球大赛 来自欧美亚八个国家的寿司师傅们齐聚一堂 向人们展示了他们非凡的创意巧思 以及精湛的手艺 在饭团上加上一片三文鱼的握寿司 是大家最常制作的 这位来自瑞典的大厨在三文鱼上 加上了南瓜慕斯以及南瓜籽 不过比起他的寿司 他的参赛动机似乎更有创意 只要向日本人展示了 南瓜尼亚的大厨是最好的 罗马尼亚的参赛者 这次制作了罗马尼亚奶酪寿司卷 同时在上面浇上了红彤彤的番茄汁 取名为德骨拉卷 再看看这边摩尔多瓦厨师的创意 三文鱼片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烤鸭肉片 不过最为与众不同的作品 出自乌拉贵选手的三明治寿司 这寿司覆盖着烤培根 搭配奶油 奶酪以及油木果酱 造型和味道都相对特别 看来取名三明治寿司 也算名副其实了 大赛主办方 具有丰富寿司经验的东京大厨 锦腾游记夫表示 这次大赛是为了向大家展示 寿司的无限创意 最终由瑞典队获得了 最优秀寿司店的称号 看来挪威的三文鱼 果然不同凡向 新唐人记者综合报道